赛格维亚 胜利之城 一座横跨千年历史的市城 这里城市卡斯蒂利亚王朝的首都 也是罗马统治时期的核心区域 其老城区与水稻桥建筑 名列联合国世界一场 赛格维亚古老马沿水区修建于公园一世纪 最高达28.5米 用167个拱门支撑 大约15公里长 是赛格维亚的灵魂一角 它没有任何水泥或泥浆 只靠两万块重达两吨的花岗沿石块 彼此井口 默默占立了近两千年 这水源来自17公里外的冷水河 水流在途中会过滤掉一些泥沙 通往老城中心的城堡 阿索格霍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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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赛格维亚的街巷中漫步 每一步都仿佛在踏入历史的深处 这座城市 曾是卡斯蒂亚王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许多历史转折都在这里上演 整个老城区都被城墙围着 街道用石块或砖头铺酒 弯弯曲曲 狭窄深邃 古色古香的建筑群 每一处都是文物 桃围 文物 沙驾�崖 主教堂是西班牙和欧洲 中古晚期建造的 是西班牙修建的 最后一座哥特式建筑 建于16世纪 宽50米 近身105米 求顶完通于17世纪 钟楼高达88米 是西班牙最高的钟楼 高什么的钟塔 在众多小尖塔错用下 高贵非凡 被誉为西班牙教堂中的 贵妇 塞格维亚城堡 是具有西班牙特设的 哥特建筑风 当年迪斯尼就是以它为蓝图 设计出白雪公主的城堡 城堡曾是重要的军事要塞 也曾是阿尔封所 巴士的寝宫 所以拥有许多秘密通道 通往河流 并以塞格维亚城的 其他宫殿 在乡里 在乡里 来到塞格维亚 怎能错过地道的烤乳猪 这道美食已有数百年历史 传承至今 仍是当地庆祝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